6月14日大辽区某汽车维修厂遭开枪案 专案人员持续漏夜扩大侦查 派员北上于今日八十许 在台中市某汽车旅馆 查获申杯四条通气之23岁隐姓共犯一人 起获手枪一把及子弹九颗 令查获24岁案外丘姓通气犯一人 案经专案小组实施兼臂清野战术 权力动员针对嫌犯可能藏身处所 采取强势扫荡模式 陆续收网查获涉案隐嫌等三人盗案 迫使22岁诚姓共犯 深知南逃罚网 而于本日主动至平通县刑警大队投案 并交付射案长枪一把 子弹22颗 全案征询后将陈贤等人依枪炮恐吓安全等罪贤 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本分局秉持素办研办原则 展现出对于暴力零容忍 对于任何不法的暴力案件 一定有决心 有信心 更有能力 会在最短时间内侦破 将犯贤查契道案 以捍卫高雄市治安 保障市民安全的生活环境 مس短期 待好 从 练